今日的e之各股推介就是招金100-100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早减选原因 就是俄乌局势迅速恶化 雄荒城水漫源 环球股市急創 面对地缘风险升温 加上原油等商品价的上升 转一步推升通胀压力 也有望提升金价 高盛认为去到2022年底 黄金e之一近年增持量会增加到300吨 上网黄金目标价到2150美元 金价向好股份关注招金 招金的海维金矿取得突破 已经在去年7月获得开采许可证 月的金年底开始贡献产能 五项目全面提升后 将会令公司的每年的黄金产量 提高大约15吨 招金整体的产量有翻倍的空间 招金近日突破了近三个月的下降徒势 认他上很少会挑战下降轨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抛十天线 大约6个9收集招金 短线以去年11月高位大约8个三围目标 跌穿50天线大约6个半就减持 好了 再有一段主题 按摩